在今天的节目正式开始之前 我想首先对海华西瑞移民服务公司 对于本期视频的赞助表示由衷的感谢 海华西瑞专业移民机构 加拿大移民律所指引公司 为每位客户都量身打造移民方案 已经帮助上万名客户成功移民加拿大 并为登陆客户提供后续全套安家服务 让每一位新移民无忧落地 顺利开始新生活 我们是一家源自海外律所的移民服务品牌 自1983年成立以来 我们已帮助上万名来自全球的申请人 获得海外身份 并先后在温哥华 多伦多 雅典巴塞罗那 里斯本 都柏林设立直属办事机构 与各国顶级律所权威律师成立了全球律师联盟 确保项目安全 抗风险能力强 成功率高 从专业顾问评估集成移民方案 到资深律师稳健递交申请 再到货批身份 税务规划 教育衔接 免费落地安家 完善的业务服务链 为客户提供一站式安全出国体验 我们的服务项目有 加拿大移民 包括雇主担保 企业家移民 留学移民 自雇移民 技术移民等 还有其他欧洲移民和护照项目 包括葡萄牙 爱尔兰 马尔他 圣卢西亚等等 欢迎扫描下方二维码 资深移民专家和持牌律师 现时帮您量身定制移民方案 为您的移民之路保驾护航 2022年11月21号 当地时间下午4点 在凯塔尔赖阳的哈利法国际体育场 第22届世界杯B组的首场比赛 在伊朗队和英格兰队之间拉开帷幕 伴随着伊朗伊斯兰共和国的国歌 在体育场内缓缓响起 绿音场上的伊朗队员们 一个个神情严肃地站在那儿 一动不动 没有一个人去开口唱国歌 和自己身手无嘴的德国队并不相同 伊朗队的队员们想要抗议的 并不是国际足联 他们实际上用这种拒绝唱国歌的方式 来表达对伊朗政府 肆意侵犯公民基本权利的抗议 与此同时 在观众席上也有很多球迷 举起了印有伊朗自由 女性生活自由等口号的标语 表达对伊朗政府的抗议 以及对伊朗国内抗议民众的支持 更是让习惯在政治问题上 抛开事实和人性 只谈立场的人们错愕的是 让这些波斯男人们 在政府强权的威胁面前挺身而出的 竟然是一位22岁的库尔德姑娘 2022年9月14号 22岁的伊朗库尔德族女子 马莎阿米尼 因为头巾戴的不够标准 在伊朗首都德黑兰 被具有伊朗伊斯兰共和国特色的道德警察逮捕 随后在拘留期间死亡 阿米尼遗体显示出来的临床症状 以及目击者的证词显示 他是在警方暴力执法之下 被殴打致死的 因此阿米尼的死亡 立刻就在德黑兰 引发了一场大规模的抗议示威 很快示威活动就冲出首都 走向全国 成为了2019年以来 伊朗最大规模的一次抗议活动 其实早在几年前 伊朗政府自己就曾经公布过一份民意调查 接受调查的伊朗成年男性中 差不多有一半的人都认为 戴头巾 戴不戴 怎么戴 这纯粹是每个伊朗女性的个人事物 同样是安拉的信徒 这个观点跟隔壁的交友比起来 可以说是天阳之别 而我们在感慨伊朗人在经历了 长达43年的政教合一的铁腕神圈统治之后 仍然能够保住世俗化的种子的同时 不应该忘记的是 和完全是依赖于伊斯兰教的蓬勃兴起 才在世界舞台上享有一片天地的阿拉伯人不同 伊朗人早在伊斯兰教出现的1000年之前 就已经建立过一个第一块亚欧非三大洲的世界性帝国了 最晚在公元前20世纪 也就是传说中中国夏朝建立的时候 今天伊朗人的祖先就已经开始在伊朗高原上定居了 他们自称自己是亚利安人 意思是高贵的人 这也是今天伊朗国名的由来 后来这个截取凹牙 但却充满异域风情和宗教神秘色彩的词汇 几经流转 在距离伊朗数千公里直遥的德伊志 飘进了一个奥地利美术学院洛邦生的耳朵里 那就是另一段悲哀的故事了 今天伊朗境内已知最古老的政权 是位于今天伊朗西南部的埃兰王国 根据两河地区流传下来的史料 埃兰王国大约建国于公元前三十世纪 和中国传说中的三皇五帝同时 不过这个埃兰人应该并不是亚利安人 有学者根据已经被部分解读出来的埃兰文推断 埃兰人或许属于今天生活在印度次大陆南部的达罗匹徒人 大约是在公元前七世纪 趁着埃兰王国被亚述帝国攻灭的机会 生活在今天伊朗西北部山区的亚利安人的一只 谜底人趁机崛起 在他们的首领戴奥凯斯的带领下 建立起了雄居伊朗高原的谜底王国 通常都认为这个谜底人 就是今天在中东地区和阿拉伯人 波斯人顶足而三的库尔德人的祖先 在公元前五百五十年 也就是孔子出生的第二年 戴奥凯斯的玄孙 谜底王国的第五代国王 阿斯提阿格斯被自己的外孙 谜底附属国波斯的国王 居鲁士二世推翻 这位居鲁士二世 也就是波斯帝国阿黑门尼德王朝的 开国之君 居鲁士大帝 从此之后 波斯就成为了这片土地 最显赫的城市 居鲁士征战一生 建立起了一个从达达尼尔海峡 一直延伸到印度河的 亘古未有的广袤帝国 成为了波斯之王 安善之王 谜底之王 巴比伦之王 苏美尔和阿卡德之王 四方之王 众王之王 居鲁士大帝 作为一位征服者 居鲁士无疑算是仁慈的 他在位期间 一直采用十分宽容的政策 对待那些被波斯人征服的民族 比如在征服了加勒底王国之后 居鲁士就立即宣布 释放所有努力 允许他们自由地返回故星 这道命令还被居鲁士下令 用阿卡德歇行文字 刻在了一个泥质的原柱上 招告民众 这份被称为是居鲁士文书的文件 也被认为是人类历史上的第一份人权宣言 在犹太教和基督教历史中 有着重要意义的 是巴比伦之球 正是居鲁士这次善举的结果之一 公元前525年 埃及第26王朝的末代法老 普萨美提克三世 成为了居鲁士的儿子 刚比西斯二世的俘虏 也被称为是第一波斯王朝的埃及第27王朝 取而代之 埃及历史也就此进入到了长达两个世纪的波剧时代 不过就在刚比西斯亲征埃及的这段时间 在波斯本土发生了一件大事 波斯皇宫里的一个宫廷僧侣高莫塔 他利用自己和居鲁士的小儿子巴尔迪亚 长得几乎是一模一样的容貌优势 趁机发动政变 假装自己是已经被刚比西斯秘密杀害的巴尔迪亚 夺取了波斯政权 远在埃及的刚比西斯得知消息 立刻准备回国亲自评判 结果却在出兵的时候意外受伤 最终因为伤口感染死在了埃及 而刚比西斯随军出征的同族兄弟大流士 却带着巴尔迪亚其实早被杀害的消息 顺利的回到了波斯 在六位大贵族的支持下 推翻了高莫塔 因为刚比西斯和巴尔迪亚都没有留下子嗣 居鲁士大帝家族南系爵士 所以大流士就以居鲁士大帝同族侄子的身份 宣布自己是阿黑门尼多王朝的继承人 然后他在迎娶了刚比西斯的遗孀 也是他的妹妹 居鲁士大帝的女儿阿托莎之后 在公元前521年 也就是吴子旭过招关一夜白头的第二年 成为了波斯的新君主 这就是大名鼎鼎的大流士一世 不过对于高莫塔 是不是其实就是居鲁士大帝的儿子巴尔迪亚 还有大流士究竟是不是居鲁士大帝的同宗族侄 这个在史学界还存在着争议 公元前513年 就在中国的兵圣孙武把他的孙子兵法献给吴王和吕的前一年 波斯大军跨过马尔玛拉海 征服了距离波斯本土2000多公里之遥的斯雷斯 以此为标志 波斯人也就是今天的伊朗人 开日月之先河 建立起了人类历史上第一个地跨三州的世界帝国 从塞雷斯到印度和平原 从咸海南岸到今天的利比亚 波斯帝国极盛的时候 境遇面积高达600万平方公里 统治了5000万人口 相当于当时全世界人口的四分之一 为了统治如此庞大的帝国和如此众多的人口 大流士一世大刀阔斧地改革了波斯国内的行政体系 他把全国分成了20多个省份 由皇帝本人亲自派遣总督进行统治 而且还明文规定了每个行省要上交的供服数量和类别 同时还统一了全国的货币和度量行 大流士一世的这一番车同轨行俊线 比中国的秦始皇要早了差不多300年 即便是和中国历史上第一个成功地实现了废除封建制度 确立中央集权的理亏变法相比 也要早上了100年 与此同时在大流士的支持下 波斯本土宗教索罗亚斯德教也得到了空前发展 成为了波斯民族普遍信仰的宗教 也成为了波斯古典文明的重要组成部分 索罗亚斯德教在中文中的正式名称是仙教 这个仙字就是专门为了称呼这种宗教 而特意创造出来的一个汉字 而在中国民间也通常依据仙教的一些习俗 称呼他们为拜火教或者白头教 因为仙教和同样起源于伊朗的摩尼教 在中国同样被俗称为拜火教 所以经常被混淆 其实仙教和摩尼教并不是同一种宗教 而是类似于犹太教和基督教的关系 像是小说《倚天屠龙记》里提到的名教 就是摩尼教而不是仙教 仙教的创始人查拉图斯特拉 出生在一个谜底贵族家庭 据说是生活在阿斯提阿格斯在位期间 索罗亚斯德就是他的名字的希腊语翻译 仙教和印度的婆罗门教类似 是一种二元神论宗教 认为世界同时存在着互相斗争的善恶两个本源 善的本源是光明之神阿胡拉马斯达 而恶的本源是黑暗之神阿赫里曼 这个世界以及生活在世界上的人类 正是阿胡拉马斯达为了战胜阿赫里曼而创立的 很多学者都认为 仙教对于西方文明有着深远的影响 比如基督教的圣诞节 有一种观点就认为 圣诞节其实源自于当时流行在罗马帝国的一种秘密宗教 密特拉教 这个节日原本是为了纪念阿胡拉马斯达最伟大的助手 仙教天使密特拉的 再比如古罗马著名的博物学家劳普林尼就曾经提到 创立了原子论的希腊哲学家德摩克里特 就曾经失踪于波斯最有学问的仙教祭司 既然提到了希腊 那么前前后后打了半个世纪的波西战争自然不能错过 随着波斯帝国的版图不断向西推进 位于小亚西亚的希腊殖民城邦也就被纳入了波斯帝国的势力范围 成为了众王之王的陈属 大流士一世登基之后 为了方便对这些希腊城邦进行统治 就在这些城邦任命了忠于波斯的建筑 比如米利都的建筑西斯提亚埃乌斯 客观来说建筑这个词至少在古希腊并没有太大的贬义 应该算是一个中性词 凡是既不属于世袭统治王族 也不是通过民众民主选举产向的统治者都算是建筑 这其中不发有像是雅典建筑皮西德拉图这样 对于城邦发展做出了巨大贡献 在民众之中享有巨大声望的建筑 不过西斯提亚埃乌斯显然不属于这一类型 为了实现他自己的政治野心 借助波斯这个强大的外部威胁 成为小亚西亚所有希腊人的统治者 西斯提亚埃乌斯在小亚西亚 煽动起了一场声势浩大的反抗波斯统治的大起义 这就是历史上的爱奥尼亚起义 为了增加对抗波斯的胜算 起义的希腊人决定求助于他们的母邦 不过当时大多数的希腊城邦 并不想参与这场并不属于他们的战争 只有雅典人念及米利都人都是雅典移民的后台 所以派出了20艘战船 支持小亚西亚的希腊人起义 而爱奥尼亚起义很快就因为双方悬殊的实力差距 还有希腊人内部各种同窗异梦的小心思被波斯迅速平定 平定了小亚西亚希腊人的起义之后 大流士就觉得和小亚西亚隔海相望的希腊城邦 对于波斯帝国的稳定构成了威胁 只要海对岸的希腊人仍然是自由的 小亚西亚的希腊人就不会心甘情愿的接受波斯人的统治 哪怕缴纳的供服数目再少 哪怕统治的再宽松再仁慈 所以大流士一事决定征服希腊 把希腊变成波斯的一个省 公元前492年 在平定了爱奥尼亚起义的第二年 大流士派遣他的外甥兼女婿马尔多尼斯 统帅波斯大军征服了希腊人的马其顿王国 拉开了波西战争的序幕 然后大流士 原来当时希腊各城邦之中 实力最强大的雅典和斯巴达 他们大概是养尊储佑惯了 不愿意亲自主动去放上土和水 而是要求波斯使者自己去取 所以雅典人把波斯使者推下了悬崖 而斯巴达则把使者扔进了井里 得到这样的答复 大流士自然勃然打怒 他立刻派出了一支庞大的海军出征眼里 波斯大军一路向西是逢岛必可 很快就杀到了雅典所在的阿提卡半岛 波斯大军选择了位于雅典城东北 地势开阔 适合骑兵作战的马拉松平原 在这里登陆安营 公元前490年9月21号 波斯军队和雅典军队在马拉松平原展开决战 面对雅典全副武装纪律严明的重装长枪方战 只装备了弓箭和短枪的波斯骑兵 摆下战来 仓皇登船撤离 最终是无功而返 雅典人在取得了马拉松战役的胜利之后 立刻就派出了军中的一位长跑舰将 菲迪皮德斯 让他立刻跑回雅典城告诉成功的居民胜利的消息 并且提醒他们加强防范 小心波斯军队绕荡偷袭雅典 菲迪皮德斯在回到雅典传递完消息之后 就因为立节而死 今天著名的长跑比赛马拉松正是为了纪念这段故事而来 波斯军队在马拉松下雨而归四年之后 大流士去世 皇位传给了他和阿托莎的儿子 薛西斯一世 据说一开始 薛西斯并没有再次远征希腊的打算 但是他的表哥兼姐夫马尔多尼斯 一心想成为希腊的形成总督 所以就极力怂恿薛西斯远征希腊 再加上当时一些被自己的城邦推翻的希腊建筑 当时也在波斯宫廷流亡 他们也都希望波斯能够和希腊继续开战 和借助波斯强大的实力回国复辟 所以这些希腊建筑也都纷纷劝收薛西斯出兵 因此在公元480年4月 薛西斯愈驾亲征 波斯水陆大军兵分两路扑向希腊 规模庞大的波斯大军进入希腊之后 一路是势如破竹 沿途的希腊城邦纷纷往风归降 直到恶守希腊中部险要的温泉关 在这里十几万的波斯塔军被不到7000的进一步 即便是号称波斯精锐中的精锐的万人不死军 也不能攻克险关 根据希腊历史学家希罗多德的记载 万人不死军是波斯最精锐的一支皇家禁卫军 是由波斯贵族子弟组成的重装步兵军团 因为这支军队的人数永远保持在一万人所以得名 最后还是依靠重金收满了当地农夫 波斯军队才找到了一条隐藏在山中的阳长小道 太平绕过了温泉关 发现波斯人已经绕过了温泉关 希腊联军就决定放弃温泉关 而联军中的300名斯巴达士兵和他们的国王利奥尼达一世一起 选择留下来为联军断后 这就是后来被拍成了电影的《300斯巴达勇士》的故事 波斯军队虽然在温泉关取得了惨剩 但是却被拖延了很多天 这就让地处南希腊的雅典获得了充分的备战时间 随着波斯海军在萨拉米斯海战中被雅典为首的希腊海军重创 薛西斯对于战事开始变得心灰伊朗 他把战事全权委托给了马尔多尼斯 自己回到了首都波斯波利斯 也就是今天伊朗的施拉子 最终随着马尔多尼斯在普拉提亚战役中阵亡 波斯征服希腊的计划彻底破产 回国之后的薛西斯一改登基之初的意气风发 开始宠心奸拧宋情酒色 甚至就连自己的儿媳直媳弟妹也不放过 最终死在了宠臣阿尔塔巴诺斯发动的政变之中 阿尔塔巴诺斯杀死薛西斯之后 嫁后给他的长子王储大流氏 把大流氏也杀了 然后就拥戴薛西斯的三儿子继位 这就是阿塔薛西斯一世 后来阿尔塔巴诺斯又想杀死阿塔薛西斯自己称王 阿尔塔巴诺斯在姐夫美加巴佐斯的帮助下 先是粉碎了阿尔塔巴诺斯的政变阴谋 把他处死 然后又击败了士度和自己争夺皇位的二哥 舒斯塔斯佩斯 坐稳了波斯的皇位 正是在阿塔薛西斯在位期间 波斯和希腊的各个城邦彻底结束了 从他的祖父大流氏一世开始的波西战争 富足两代人出动了数十万大军 熬战多年没能取得的胜利 阿塔薛西斯利用希腊人自己 分成了提洛同盟和伯罗奔尼萨同盟 专心内战的机会 不费吹灰之力就赢得了以西至西的胜利 阿塔薛西斯一世死后 他的几个儿子为了争夺皇位互相残杀 开启了阿黑门尼德家族内斗的先河 公元前336年波斯的权臣巴格阿斯发动政变 杀害了阿塔薛西斯一世的玄孙阿塔薛西斯四世 和他所有的儿子 然后阿塔薛西斯四世的远方堂帝 科多曼努斯被拥上皇位 这就是阿黑门尼德王朝的亡国之君 大流氏三世 正是在同一年 希腊的马其顿国王菲迪哈尔氏 同样遇刺身亡 他的长子亚历山大三世继承王位 这就是威震世界的亚历山大大帝 亚历山大在他登基后的第三年 就发起了在那场著名的东征 而大流氏三世 则是在高加米拉战役中被亚历山大击败 然后又在逃避亚历山大追击的途中 被自己的一个亲戚 巴克特里亚总督贝苏斯下海 之后贝苏斯自立为王 自称阿塔薛西斯五世 试图阻挡希腊人东征的脚步 但是并没能成功 彻底占领了波斯帝国之后 亚历山大在波斯的陪独之一苏散 也就是今天伊朗西南部胡斯坛上的苏西 举行了一场规模盛大的集体婚礼 80位马其顿贵族和1万多马其顿士兵 在亚历山大的安排下 迎娶了第一位相当的波斯妻子 亚历山大自己也以身作则 同时迎娶了大流氏三世和阿塔薛西斯三世的女儿 此后亚历山大就以阿黑门尼德王朝的继承人自居 伊朗历史也就进入到了希腊化的时期 不过由于亚历山大英年早逝 他一手缔造的亚历山大帝国迅速解体 伊朗地区成为了希腊人的塞留古帝国的一部分 在公元三世纪中叶生活在黑海东南哈里和河谷的帕尼人 在他们的首领阿尔沙克一世的带领下 利用塞留古帝国内乱的机会迅速崛起 建立起了圣级一世的帕提亚帝国 也就是中文古籍中提到的安息 虽然阿尔沙克一世自称自己是阿黑门尼德家族的后代 但是无论是根据波斯的史料 还是根据印度的古籍记载 帕尼人所属的大义部族 并不是亚历安人的一帝 而是亚历安人的敌人 所以相比于帕提亚帝国 人们更远称呼之后的萨珊帝国是波斯第二帝国 或者叫波斯帝国萨珊王朝 萨珊王朝的开国之君阿尔达西尔一世 出生在波斯民族龙兴之地法尔斯的一个显赫的贵族家庭 曾经是帕提亚帝国的法尔斯总督 其实阿尔达西尔这个名字本身就是阿塔薛西斯的一个变种 意思同样是伟大的战士 公元224年 就在魏文帝曹丕第二次兴兵伐武的同一年 阿尔达西尔击败了他的前老板 帕提亚帝国的末代皇帝 阿尔达班武士 灭亡了帕提亚帝国 然后阿尔达西尔定都于位于今天 伊拉克首都巴格达东南的台西峰 下令恢复了仙教作为国教的地位 开启了萨珊王朝四百年的统治 阿尔达西尔和他的儿子沙普尔一世 父子两代东征西陶 东边重创了圣级一时的贵双帝国 也就是中国古籍中提到的大跃之 再次把巴克特里亚 也就是大厦纳入版图 而西边和罗马帝国也是一再争雄 丝毫不落下风 当时的罗马皇帝瓦勒良 甚至史无前例的成为了沙普尔一世的俘虏 不过等到罗马帝国度过了三世纪危机之后 也曾经再度反扑 三次攻陷了萨山的首都台西峰 公元628年 中国的唐太聪贞观二年 随着曾经濒临东罗马帝国首都拜占庭 打到东罗马帝国一度打算迁都去北非的 加太基的萨山王朝第二十二代皇帝 胜利着霍劳斯二世 在他儿子发动的政变中遇此身亡 萨山王朝陷入那一段就此一蹶不振 而正是与此同时 一个方兴为爱的强大力量 正在帝国的西南边陲冉冉冉升起 他的出现将彻底改变这个古老国家的面貌 他们正是信仰了伊斯兰教的阿拉伯尔 萨山王朝和东罗马帝国之间的欲望相争 最终便宜了穆斯林这个渔翁 根据穆斯林自己的说法 早在伊斯兰教创立后的第六年 也就是公元628年 伊斯兰教的封印先知穆罕默德 就曾经派出使者 给霍斯拉二世送去了一封信 要求他放弃仙教的信仰归依伊斯兰教 不过考虑到萨山王朝复杂的公平理智 非穆斯林史学家通常都认为 一个边疆酋长的信件 应该不可能真的被递到万王之王的假钱 真正开启了对波斯征服的伊斯兰领袖 是穆罕默德的继承者 伊斯兰教的第一任哈里发阿布伯克尔 公元633年 中国的唐太宗贞观7年 曾经被穆罕默德称为是 安拉之舰的穆斯林勇将 哈利德·本瓦利德 奉了阿布伯克尔的命令 率领18000大军 杀入萨山帝国境内 短短四个月的时间 就夺取了大概相当于今天 伊拉克共和国大部分领土的土地 穆斯林的这次胜利 震惊了整个萨山帝国 刚刚继位不久的 霍斯拉二世的孙子伊斯齐三世 赶紧派出两路使者 分别向波斯东西方最强大的邻居求救 也恰好是在这一年 唐太宗派出使者 册封了他的败靶子兄弟阿什纳尼书为西突厥克汗 这就是突厥历史上的独路克汗 以此为标志 曾经和拜占庭结盟 多次和波斯开战的西突厥韩国 成为了大唐帝国 朝共体系的一部分 所以刚刚取得如此进展的唐太宗 并不愿意派兵去横决西域 劳施远征 反倒是波斯的世仇拜占庭 因为同样也面临着来自新兴穆斯林政权的军事威胁 愿意捐弃前嫌和萨珊王朝一起同舟共计 只可惜由于种种原因 两国并没能真的在军事行动上协调一致 最终拜占庭在波斯还没有完成军事准备的情况下 率先出击 结果被穆斯林军队击派 丢失了近东的黎凡特地区 不得不转手为攻 而穆斯林则是乘胜大局入侵波斯 公元636年11月16号 15万波斯大军在位于今天伊拉克境内的卡迪西亚 被不到4万穆斯林军队击败 三个月之后 萨珊王朝的帝都太西风也落入到了穆斯林的手中 之后随着伊斯奇三世在逃亡途中遇刺身亡 他的儿子贝路斯三世逃亡中国 最终以唐朝又五位将军的身份在长安去世 波斯帝国萨珊王朝就此灭亡 从居鲁士大帝算起 文明传承他1200多年的仙教波斯 就此成为绝项 而就在萨珊王室流亡中国的同时 波斯民间也同样有很多不愿意归负阿拉伯人的波斯民众 他们为了保留自己传承自祖先的悠久文明 在穆斯林的弯刀面前被迫逃离家园 向东逃到了印度次大陆 这些人的后代就是今天主要生活在印度古吉拉特邦的帕西人 其实帕西这个名字本身就是波斯一词印度化发音 等到了17世纪的时候 随着英国东印度公司信用印度 很多帕西人也跟着一起 加入到了东印度公司的对华贸易之中 在今天的广州还有香港澳门 都可以找到帕西人专用的墓园 比如香港著名的绿敦志家族就是帕西人 波斯在被穆斯林征服之后 并没有迅速的被伊斯兰化 因为在伊斯兰教早期的哈里发共和时代和五麦叶王朝 信仰伊斯兰教 仍然被认为是作为统治民族的阿拉伯人的特权 强迫被征服民族信仰伊斯兰教 反而会被认为是导致税收减少的罪行 因为作为中世纪政府最重要的财政来源 穆斯林在穆斯林国家是免交土地税和人头税的 所以一直到了被穆斯林征服两个多世纪之后的公元十世纪 被称为是阿拉伯的西罗多德的著名学者马苏蒂 在游历波斯的时候 他所见到的仍然是遍及波斯各地的仙教神庙 以及神庙里摩肩皆种顶礼摩拜的仙教信徒们 一直等到了后来阿巴斯王朝取代了五麦叶王朝之后 阿拉伯帝国的国家定位开始从阿拉伯帝国变成了伊斯兰帝国 作为帝国一部分的波斯 这才开始真的开启了伊斯兰化的进程 在波斯逐渐伊斯兰化的同时 作为更为悠久的文明 波斯的文化传统特别是它成熟的官僚体系 同样对伊斯兰社会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而让大多数皈依伊斯兰教的波斯人颇为失望的是 即便他们成为了穆斯林 仍然是阿拉伯统治者眼中的二等公民 所以为了改变这种所有穆斯林人人平等 阿拉伯穆斯林比其他的穆斯林更平等的情况 皈依了伊斯兰教的波斯人发起了舒比耶运动 追求非阿拉伯穆斯林和阿拉伯穆斯林之间真正的平等 虽说这场运动最终没能真的实现 穆斯林内部普通民族之间的真正平等 但却成为了波斯民族主义 在伊斯兰时代重新复兴的开端 也使得历史悠久 曾经承载过一个伟大而璀璨文明的波斯语 在伊斯兰化阿拉伯化的浪潮中成功的保留至今 也同样是得益于这场波斯民族主义的复兴 在阿巴斯王朝衰落之后 伊朗出现了被穆斯林征服之后的第一个本土政权 白义王朝 在被更加强大的塞尔柱突厥人灭亡之前 白义王朝曾经是中东最强大的存在 之后突厥人和突厥化的蒙古人成为了这片土地新的主宰 塞尔柱帝国 华拉斯摩王朝 伊尔汉国 天摩尔帝国 白洋王朝 黑洋王朝 相继崛起 不过直到这个时候 波斯地区和绝大多数其他伊斯兰地区一样 仍然是一个以逊尼派穆斯林为主的地区 那么这片土地又是怎么变成了一个什叶派国家呢 这可就完全是萨法维王朝的功劳了 公元1501年 中国的明孝宗洪志十四年 什叶派的苏菲主义教团 沙法维教团 年近15岁的教长伊斯玛伊 在同样是信奉什叶派的土库曼民兵的帮助下 攻陷了白洋王朝的首都达布里市 建立起了萨法维王朝的统织 虽然说这萨法维教团是一个什叶派教团 但是他们在掌权之后 在伊朗残酷的推行什叶派的信仰 这倒不一定是替发易服式的教随国定那么简单 因为这个萨法维教团最初其实是一个逊尼派教团 直到伊斯玛伊的祖父朱纳德的时候 才正式改宗什叶派的十二尹麻木派 既然当初朱纳德为了获得图库曼人的支持 建立军事教团 可以改宗什叶派 那么如今在夺取了伊朗政权之后 为了获得绝大多数伊朗的支持 恢复逊尼派的信仰 并无不可 如果说是忌惮土库曼民兵的势力 大可以徐徐削止 后来伊斯玛伊的曾孙阿巴斯大帝就是这么做的 只说所谓背叛的道德压力 那更是无计之堂了 毕竟伊斯玛伊在成为了整个伊朗的沙之后 第一件事就是派兵北上 征服了曾经帮助他抵挡过白洋王朝 第一波领力攻势的卡特利卡赫纪王国 所以说萨法维王朝在伊朗 强行推行什叶派的信仰 这个恐怕还有更深层次的考虑 因为萨法维王朝是继萨珊帝国灭亡之后 第一个统治整个波斯地区的本土政权 所以也被人们称为是波斯第三帝国 或者是波斯帝国萨法维王朝 然而时过境迁沧海桑田 如今的世界早已不再是那个萨珊王朝称法中东的时代了 更不要说当年阿黑门尼德王朝雄军亚洲的那个时代 如今的伊朗不仅早已不能在世界列强的榜单中占据一席之地 甚至作为一个中等强国也面临着来自于同时崛起的邻国布哈拉罕国强大的竞争压力 更不要说同样是近在咫尺值伊斯兰世界之牛耳的奥斯曼土耳其了 特别是伊斯玛伊在1514年的查尔兰地战役中遭遇惨败 甚至就连自己的两个妻子也成为了奥斯曼土耳其人的俘虏 这就更加剧了这个新兴政权的危机 因此是为了扭转地缘政治上的劣势 伊斯玛伊才举一以残酷的手段通过国家暴力来推广什叶派 使萨法维王朝统治下的所有民众全都改宗什叶派 以此来塑造一种独特的国家认同感 把伊朗和当时逊尼派的带头大哥奥斯曼土耳其区分开来 这样不仅能够巩固和扩大萨法维王朝的统治基础 更能够通过这种为非主流代言的方式 为伊朗在国际舞台上争取到一片表演的天地 无论是在当时统治着人类历史上 第一个日布洛帝国的多国之主西班牙国王卡洛斯一世 也就是神圣罗马帝国的皇帝卡尔武世 能够降尊于贵玉笔亲书写下请求结盟 共同对抗土耳其的信件送来伊朗 还是说今天的伊朗能够通过所谓的什叶派新约代 把自己的影响力扩张到整个伊斯兰世界 一度成为中俄欧盟等各方力量争相拉拢的对象 这所有的成就无一不是源自于伊斯玛伊 为伊朗在伊斯兰世界中选择了这个独树一帜的特殊信仰 埃及前独裁者穆巴拉克在当政的时候就曾经公开抱怨说 大部分什叶派穆斯林都效忠伊朗 而不是他们自己的祖国 但是凡是心一力必胜一臂 伊斯玛伊虽然可以赋予伊朗与众不同的代表性 但是无论是他和他的子孙 还是这个民族的后继政权们 却都无力把他们所代表的宗教信仰和社会形态 推广到更为广阔的天地 最终这份特立独行就难免成为了坐简自负 如果说萨凡维王朝和奥斯曼土耳其之间的战争 还可以解释为对两河地区的争夺 以及双方在当时国际关系体系约束下的行进事隔 那么萨凡维王朝和库尔德人之间的血腥战争 就纯粹是因为宗教信仰上的分歧和矛盾 而延续至今的伊朗在伊斯兰世界中被孤立的局面 也同样源自于此 正是因为500年来 历代伊朗政权都无力改变 什叶派在伊斯兰世界中的绝对少数地位 500年前的那场改宗 最终使得伊朗成为今天世界文化版图中的一座孤岛 伊斯兰世界中的一个另类 公元1629年 中国的明司宗重征二年 把萨法维王朝带到巅峰的阿巴斯大帝去世 因为阿巴斯晚年病态的猜疑心 他的三个儿子不是被他弄瞎了 就是直接处死过 所以最终伊朗的皇位就落到了阿巴斯那个既吸毒又酗酒 还十分残暴的文盲孙子萨菲的手里 而后周围的强力们趁机出兵 奥斯曼占领了巴格达 莫沃尔夺去了坎大哈 萨法维王朝也走向了衰落 之后俄罗斯也加入了这场瓜分的狂潮 夺走了帝国北部的外高枷锁地区的大片领土 甚至于来自阿富汗的征服者 也一度在波斯达成了协天资一令诸侯的成就 不过这些阿富汗的普什图人并未能在波斯成功立足 不久之后 土库曼民兵出身的波斯地方军阀纳蒂尔成功地驱逐了这些阿富汗入侵者 拥戴被阿富汗人废除的萨法维沙 重新复位 重新恢复了波斯的统一 公元1736年 中国的清高宗乾隆元年 在成功地抵挡住了奥斯曼土耳其的进攻 在国内树立起了巨大威望之后 纳蒂尔废除了萨法维王朝的末代沙阿阿巴斯三世 自己加冕成为了波斯新的沙阿 这就是阿富沙尔王朝的开国君主纳蒂尔沙阿 不过随着纳蒂尔沙阿在公元1747年遇刺身亡 阿富沙尔王朝迅速崩溃 纳蒂尔沙阿手下的一个将军卡里姆汉 随后建立起了一个同样是昙花一现的桑德王朝 公元1794年 清高宗乾隆59年 长期和桑德家族敌对的 图库迈人卡扎尔部族的酋长 阿加穆罕默德汉 击败并且杀死了桑德王朝的末代沙阿 卢图弗阿里汉 建立起了以波斯崇高国自称的卡扎尔王朝 因为阿加穆罕默德汉年幼的时候 曾经因为父族反抗阿富沙尔王朝的行动而被俘 最后惨遭阉割 是伊朗历史上有名的太监皇帝 所以在他死后是由他的职子法特赫阿里沙 继承皇位 正是在法特赫阿里沙在位期间 波斯和俄罗斯为了争夺格鲁吉亚 爆发了一场长达九年的战争 最终装备落后的波斯兵败山倒 被迫把相当于今天达基斯坦全境阿萨拜疆大部分地区 格鲁吉亚东部和亚明尼亚北部的土地 全都割让给了俄罗斯 而在此期间 英国为了平衡法国对波斯的影响 也曾经两度和波斯缔结图盟 却又两次在波斯需要援助抵抗俄国的时候 抛弃了波斯 以此为标志 曾经雄霸一方几度积深世界列强榜单的波斯 沦为了英国和俄国打博弈的一枚棋子 在这个殖民主义肆虐的时代 波斯虽然还是一个独立的国家 但是昔日的辉煌早已逝去 如今的独立也并不是源自于 百族之种死而不僵的自身实力 而仅仅是因为波斯侥幸地成为了英俄两国的缓冲局 没有任何一家猎墙能够单独吞下整个波斯 而在这个民族主义狂热的时代 统治了人口众多历史悠久的波斯民族的 却是出身于七部土库曼民兵之一的卡扎尔人 虽然说血统上算是突厥人的卡扎尔人 因为信仰伊斯兰教的什叶派而获得了波斯人的接受 甚至能够在波斯上层的支持下 成功地扑灭了以波斯农民为主 但却公开把矛头指向了 已经被视为是波斯传统的伊斯兰教的八部教徒起义 但是这一点胜利根本不足以缓解 波斯正在面临的内外交困 再加上当时在外的波斯沙阿 穆扎法尔丁为了满足自己声色拳马的穷奢机遇 无视波斯早已入不服出的经济状况 仍然用海关税作为抵押 从俄国借来了2200万卢布的巨馆 用来支付自己奢华的欧洲旅行 所以同样是在1905年 同样是受到了日俄战争拮据的震撼 波斯民众也在立宪能战胜专制的信念鼓舞下 掀起了以民主和立宪为诉求的革命浪教 这就是历史上的波斯立宪革命 在革命浪潮的压力之下 穆扎法尔丁沙阿在1906年8月宣布退位 由皇太子摄政 然后成立立宪会议实行宪政 五个月之后 穆扎法尔丁因为心脏病猝死 他的儿子摄政太子穆罕默德阿里正式继位 成为了波斯历史上第一位立宪君主 之后在英国和俄国的共同支持下 穆罕默德阿里试图绞杀革命 复辟君主专制 不过并没有成功 自己反而因此被迫流亡欧洲 之后他的儿子继位 就是卡扎尔王朝的末代沙阿艾哈默德 艾哈默德登基的时候只有12岁 所以他的叔爷爷阿里里萨涵 成为了卡扎尔王朝的摄政王 阿里里萨涵虽然是一位 受到波斯各个阶层 共同尊敬的诚实而正直的政治家 但是毕竟当时已经87岁高龄 所以随着阿里里萨涵在第二年去世 卡扎尔王朝大厦将军 波斯的中央皇权在保守派 立宪派 革命派 还有独树一帜的教士团体的拉扯纠葛之中 不复存在 各地的地方实力派迅速崛起 之后第一次世界大战的爆发 更是加剧了波斯军阀割据的混乱局面 尽管在一战爆发之后 波斯就迅速的宣布了中立 但是为了避免英属印度和俄国通过波斯连成一片 奥斯曼土耳其无视波斯的中立声明悍然入侵 打算以武力来捍卫自己合理的安全关系 最终第一次世界大战的战火 还是烧进了波斯的国土 而且还没等到土耳其军队被彻底逐出波斯 波斯就因为俄国几连两次爆发革命 成为了英国干涉俄国革命的重要基地 正是在一片混乱之中 波斯的哥萨克骑兵旅的指挥官 李萨巴列维生效 和当时颇为知名的立先派政治活动家 塞伊德·教尔丁塔巴塔巴一 联手发动政变 夺取了国家权力 李萨巴列维成为了国防大臣兼武装部队总司令 而巴塔巴塔一则出任首相 眼见手中一切权力都已经被剥夺殆尽 此之翻盘无望的艾哈迈德沙 借口旅行自我放逐流亡欧洲 两年之后 1925年10月31号 波斯议会通过决议 罢免艾哈迈德 推许李萨巴列维为波斯杀 也就是我们通常所说的李萨汗 波斯历史上最后一个世袭君主制政权 巴列维王朝就此建立 不过虽然都是趁着国内政治纷争的机会 依靠手里的军队 逼迫前主公退位 自己取而代之 这李萨汗和成天琢磨着 总统总理总长都带总 到底听谁的 干脆我当皇上得了的原相权 并不相同 李萨汗一开始其实并不想当这个皇上 他原本是想效法之前的土耳其的凯末尔 废除世袭君主制 当个共和国的打总统 但是由于受到了巨大的阻力 原本统治根基就很薄弱 手里就只有点哥萨克骑兵的李萨汗 还是选择了妥协 那么这巨大的阻力来自何方呢 这恐怕是很多朋友们都没有想到的 阻止波斯走向共和 把李萨汗逼上皇位的 正是54年之后 推翻了巴厘维王朝 取而代之的波斯什叶派教士集团 因为从萨法维王朝的伊斯马伊伊士 在波斯暴力推往什叶派开始 波斯的皇权虽然历经王朝更迭 但是一直牢牢的和什叶派教会绑定在一起 所以只有波斯的沙才迫切的需要 什叶派教会来作为他正确合法性的证明人 而对于一位波斯共和国的总统来说 无论他的权力来自于人民 还是来自于军队 教会都会变成一个波斯政治版图中 只拥有间接影响力的次要存在 从卡扎尔王朝的立宪革命 一直到后来推翻了巴厘维王朝的伊斯兰革命 这波斯的历次革命 革命方向或左或右 但是教会势力从未缺席 而且他们无论表现的是保守还是激进 唯一的目的就是要确保教会 在波斯政治中的特殊地位 确保教士集团在司法教育财账上的种种特权 从之前支持立宪革命 把什叶派的宗教思想和立宪精神 相互结合的穆罕默德侯赛尹乃伊尼 直到后来被伊斯兰革命拥上大外的鲁霍拉霍梅尼 无不如此 李萨涵虽然在国体上对教会做出了妥协 但是他并没有因为一顶皇冠 就把教会当成是自己新的盟友 所以他在登基之后就立刻开始对波斯 进行了一系列打刀阔斧的西方化 或者更准确的说是现代化的改革 他运用高超的外交手挖 利用英国和苏联之间的矛盾 重新和两国签订了新的外交协定 收回了卡扎尔王朝时期丧失的大部分国家主权 为波斯在这两位传统大哥面前 赢得了一个更加平等一些的地位 而对内 李萨涵改革了国内的行政区划 完善了司法体系 大力加强交通和城市基础设施建设 推动了波斯经济的快速发展 像是被列为世界遗产的波斯纵冠铁路 还有在中东享誉盛名的德黑兰大学 都是这一时期波斯现代化改革的杰出产物 与此同时 李萨涵还大力推行世俗化 革除旧有风俗 提高女性地位 禁止妇女佩戴面纱和头巾 而且强力地支持现代化 世俗化的法律体系和教育体系 把什叶派的教会势力 从这些领域清除出去 为了对抗伊斯兰教 对于波斯社会巨大的影响力 李萨涵开始鼓吹和扶植民族主义 他希望能够从伊斯兰时代之前 强大的波斯帝国的荣光之中 找到波斯民族的骄傲 让人们牢记阿拉伯人征服波斯的屈辱历史 从而拒绝和轻视阿拉伯人 带来的伊斯兰教 为他的世俗化改革获得理论依据 1934年 德国总统一战的战争英雄 保罗逢新登堡元帅去世 德国总理阿道夫希特洛兼任总统 开始自称元首 我们都知道 这位世界知名的奥地利美术学员洛宝兄 他自从两次落榜之后 就开始满世界鼓吹 亚利安人种族优越论 所以当时的波斯驻德公使 在参加完元首的就职典礼之后 虽然没有听懂他在讲什么 但是大受震撼 因此李萨涵在波斯驻德公使的建议下 宣布从1935年1月开始 波斯的正式国名 改成了伊朗 意思是亚利安人的故乡 对于这种明显是在和元首 争夺亚利安这个词解释权的辱德行为 却被很多人理解成了是一种亲德的表现 再加上第二次世界大战爆发之后 伊朗再一次宣布中立 不仅趁机成为了德国最大的贸易伙伴 而且在纳粹德国入侵苏联之后 仍然拒绝英美援助苏联的物资经过伊朗运进苏联 所以在1942年 英国和苏联联合出兵 对伊朗展开了一场去纳粹化的特别军事行动 当然了 英国和苏联这次军事行动 真的是为了去除纳粹德国在伊朗的影响力 所以两国和伊朗签署协议 伊朗接受英国和苏联在国内驻军 而且把境内一切公路 铁路 河流 机场 港口 输油管道 电话 电报和无线电设施 全部都移交给两国的驻军管理 但是与此同时 英国和苏联也承诺 尊重伊朗的主权独立和领土完整 保证在对德战争结束六个月之后 全部撤出所有在伊朗的驻军 而作为一次亲德的代价 李萨涵被迫退位 流亡国外 伊朗的皇位被传给了他的长子 穆罕默德里萨巴里维 也就是伊朗的莫代沙 我们通常所说的巴里维 虽然说二战结束之后 英国如约地撤走了在伊朗所有的驻军 但是英国的英伊石油公司 仍然牢牢地控制着伊朗的石油生产 尽管英伊石油公司 根据和伊朗政府达成的协议 获得了关税和所得税的豁免 只需要交纳土地使用费和石油开采费 但是英伊公司在协议中承诺到 改善伊朗公园的工资待遇 给予晋升机会 还有就是为油田所在地区 修建学校 医院 道路和电话系统 这些全都没有履行 而且随着战后全球经济复苏 所带动起来的油价上涨 伊朗在石油生产和出口中获得的利润 就更加变得微不足道 以1947年为例 这一年英伊石油公司 全年的税后盈利有4000万英镑 而其中伊朗只能分到700万英镑 所以在伊朗国内 开始出现了石油行业国有化的呼声 1951年3月 伊朗议会通过了 把英伊石油公司国有化的决议 然后选出了积极主张 石油行业国有化的知名政治家 穆罕默德摩萨台为伊朗首相 开始切管英伊石油公司 对于伊朗政府的这次行动 实际上是英伊公司实际控股人的英国政府 当然不能接受 尽管美国为了弥合这两位重要盟友之间的矛盾 曾经提出按照美国和沙特的合作模式 双方评分石油收入 但是却被双方同时拒绝 于是英国政府下令 英伊石油公司全面撤出伊朗 同时英国向各国政府施加压力 阻止伊朗的石油出口 因此伊朗的石油行业 事实上处于了停摆的状态 大量的石油公园失业 而伊朗政府也失去了一项非常重要的收入来源 对于这场严重的危机 巴列维最初试图通过罢免摩萨台 来和英国实现和解 但是却因此引发了全国性的暴动 最后只好让摩萨台重新复职 与此同时英国也在积极寻求国际支持 因为由伊朗共产党改组而成的伊朗人民党 在这场国有化行动中表现的颇为突出 所以这就引发了美国对伊朗导向苏联的疑虑 因此在巴列维的默许下 美国中央情报局策划了一场代号阿加克斯的行动 在伊朗国内煽动政变 推翻了摩萨台 但其实伊朗人民党只不过是喊的想干的少 至于摩萨台 后来很多学者都分析 他本人应该并没有导向苏联的想法 所以美国的阿加克斯行动完全是反应过度了 2000年当时的美国国务卿 马德林·奥尔布莱特评价阿加克斯行动 显然导致伊朗的政局发展倒退 也可以理解了 为什么有这么多伊朗人 对美国干预国家内政感到愤慨 并且表示他愿意以美国官员的身份 做出最诚恳的道歉 虽然美国中央情报局主导的政变 终结了摩萨台的政治生命 但是并没有结束伊朗世俗化的改革 伊朗沙阿巴列维通过和美国的合作 推翻摩萨台 获得了美国的支持 在美国中央情报局的帮助下 巴列维建立起了自己的秘密警察机构 国家安全与情报署萨尔克 通过警察治国 成为了伊朗打权在握 名副其实的沙案 之后巴列维继承了他父皇 世俗化改革的志向 启动了他的白色革命 在这场被称为是革命的改革之中 巴列维不仅完成了对自然资源的国有化 而且还引入了新颖的经济概念 建立了针对工人阶层的分红制度 而最重要的莫顾于他的土地改革 经过这场改革实际拥有土地 在历史上长期和教会军队 并列为伊朗三大政治主权的部落贵族 失去了他们的权力和影响力 将近有90%的伊朗电农 得益于这场改革 获得了属于自己的土地 与此同时 巴列维还给予女性更多的权力 而且增加了教育方面的投资 特别是在农村地区 伊朗政府成立了十字军团 允许年轻男性通过做乡村扫盲教师的方式 来代替他们的兵役义务 巴列维希望通过这一场全方位的彻底改革 重建伊朗社会和伊朗经济 使得伊朗成为一个与时代相匹配的 全球化工业化的前国 但是最终事与愿违 巴列维雄心壮志的改革 不仅没能成功地缔造一个现代化的伊朗 反而敲响了巴列维王朝自己的丧主 确实这其中的根本原因在于改革的过程中 伊朗社会所创造出来的巨大财富 并没有被公平地分排 因为这些财富或者是简单粗暴地被直接用于大规模的投资 造成了通货膨胀 拉大了伊朗本就十分严重的贫富分化 又或者是被纳入皇室 成为了皇室甚至是杀本人肆意挥霍的资本 1971年10月12号到16号 伊朗在昔日波斯帝国阿黑门尼德王朝的古都 位于今天十八子附近的波斯波利斯 举行了一场声势浩大的庆祝活动 纪念阿黑门尼德王朝的居禄施大帝 建立波斯帝国2500周年 这场耗资巨大获得了当时东西方阵营 共同捧场的盛大party 在全世界展现了巴里维的伊朗如何的金碧辉煌 而与此同时也让伊朗的贫苦民众们 认识到了自己的生活是如何的穷困了的 不过下层民众的不满虽然是一个危险的火药桶 但是点燃这个火药桶的 却是巴里维和什叶派教会之间的矛盾 因为巴里维的白色革命 把司法教育等等很多自古以来都是由什叶派教士掌握的权力 统统收归政府 而且这些什叶派教士几乎全都是地主阶层出身 无一例外的在巴里维的土地改革中遭到了损失 所以什叶派教会其实从一开始就是改革的敌人 1978年1月7号 伊朗信息部指示德黑兰的消息报 发表了一篇批评什叶派教士的评论文章 激怒了伊朗国内的教士团体和宗教学生 伊朗著名的学术中心库姆 率先出现了激烈的抗议示威 之后随着伊朗政府的军警开枪 坦克上街 示威游行不断扩大 最终蔓延到了全国50多个城市 除了宗教人士之外 也有越来越多的工人和城市中产阶级也加入其中 眼见局势开始失控 巴列维决定和温和的反对派展开协商 反对派的领导人之一 沙普尔·巴赫迪亚尔接过了巴列维 递出的橄榄池 最终双方打开协议 巴列维任命巴赫迪亚尔为首相 负责平息国内局势 为此沙拉必须要把全部权力都移交给有首相领导的 摄政委员会 同时自己还需要暂时离开伊朗 1979年1月16号 巴列维和他的皇后收拾好金银细软 带着孩子流亡国外 虽然巴列维和新政府达成的协议是暂时离开伊朗 但其实这一走就是永别 以此为标志在伊朗延续了2500多年的君主专制制度 也就此终结 半个月之后 在外流亡15年 已经77岁的伊朗宗教领袖 鲁霍拉霍梅尼回到了伊朗 这位鲁霍拉霍梅尼是一位拥有什叶派最高宗教学者等级 大阿雅图拉的伊朗知名宗教领袖 何止崇拜唯一真主安拉 还有封印先知穆罕默德的逊尼派不同 在石叶派的信仰中伊末穆崇拜同样扮演着极其重要的角色 伊末穆的本意原只是穆斯林在礼拜的时候的主持人 但是在石叶派之中却赋予了这个称呼类似于教主的神圣含义 专指先知穆罕默德的唐帝兼女婿阿里的知悉后代 可能很多朋友们都知道是否承认阿里及其后代的特殊神圣地位 这是石叶派和迅尼派最重要的核心分歧 石叶派之中所谓的十二义麻木派 七义麻木派 五义麻木派 这都是尊奉了阿里不同后代知系而形成的 不过无论是哪个知系 最终都以南系绝死而告终 不过这其中除了五义麻木派之外 其他的石叶派教派都认为 最后一任义麻木是引顿了的义麻木 他将来中将有一天会以马赫迪 也就是旧事主的身份重返人间 拯救穆斯林 而在引顿的义麻木重现之前 穆斯林需要一位暂时代替义麻木的榜样 这样的人就被称为是木质台西德 当然并不是随便什么人都可以称为木质台西德的 作为一名木质台西德 首先必须要精通阿拉伯语 能够区分阿拉伯语中微妙的差别 因为只有这样才能够正确的理解古兰经 就像德国著名的左翼思想家 弗里德里希恩格斯 在谈论应该如何学习马克思主义的时候 曾经提到过的那样 要理解马克思的著作 必须彻底精通德语 口头语和标准语 另外还要知道一些德国人的生活 至少应该知道 这马克思他姓马克思不姓马 除了最基本的语言能力要求之外 木质台西德还必须要熟悉沙里亚 也就是伊斯兰教法 至少要是其中某一个领域的专家 要具有能做出令人信服的从宗教典籍中推断出来的法律的能力 只有这样的学者才有资格成为一名木质台西德 而在木质台西德之中也有很多不同的等级 其中最高等级就是大阿雅图拉 意思是安拉最伟大的象征 其次是阿雅图拉 意思是安拉的象征 比如已故的伊朗前总统拉夫桑甲尼 再往下则是霍甲特伊斯兰 意思是伊斯兰的证据 比如伊拉克著名的政治人物 穆克塔达萨德尔 1963年6月3号 这一天是什叶派最重要的宗教节日 阿舒拉节 阿舒拉节是为了纪念阿里的次子 侯赛因遇害的纪念日 侯赛因是先知穆罕姆德的外孙 也是什叶派各派公认的第三代以马母 他的死是什叶派和逊尼派彻底决裂反目为仇的标志性事件 而在1963年的阿舒拉节 霍梅尼发表了一篇公开讲话 他在讲话中把杀阿巴列维 比喻成了杀害侯赛因的 伍麦耶王朝的第二代哈里发 叶齐德伊士 说他是一个卑鄙可耻的人 因此霍梅尼遭到拘捕 但是立刻就引发了全国的暴动 所以伊朗政府只好在两个月之后释放了霍梅尼 改为软心在家 之后伊朗首相亲自招见霍梅尼 劝说他改变立场 但是却遭到拒绝 据说圣怒之下的首相 给了霍梅尼一个嘴巴 结果自己两周之后 就被激进的宗教人士刺杀身亡了 而拒绝和政府妥协的霍梅尼 则再次被捕 然后直接被塞上了一架军用飞机 流放土耳其 之后在霍梅尼的亲自要求线 他被允许前往什叶派的发祥地 拥有众多什叶派圣城的伊拉克 在那开始了他15年的流亡生涯 1978年伊拉克副总理 亲自接见霍梅尼 要求他立刻离开伊拉克 这次会面非常短暂 但是非常有历史意义 因为接见霍梅尼的 这位伊拉克副总统 名叫萨达姆侯赛因 日后和霍梅尼 血战八年的伊拉克大独裁者 离开伊拉克之后 霍梅尼来到了世界左派的天堂 法国巴黎 在这里他成为了革命的明星 民族的英雄 法国的媒体争相报道 对于霍梅尼的赞美 铺天盖地传遍了整个世界 各地的崇拜者 纷纷来巴黎拜访他 而霍梅尼也非常精明地 继续掩盖了自己真实的政治蓝图 他承诺会给所有人政治自由 否认会用武力来推行伊斯兰教的政策 也不会强迫女性重新戴上罩袍 他说在伊斯兰社会 女性可以自由地选择命运 安拉平等地创造了我们 他甚至说自己回国之后 因为个人的愿望 年龄 还有健康的原因 将不会继续参与政治 霍梅尼甚至告诉美国人 不要紧张 他可以成为美国的朋友 而美国人也确实相信了霍梅尼 在他后来返回伊朗的过程中 约束住了伊朗军方 为霍梅尼的回国扑平了道路 但是对于是否会继续保留伊朗人现在世俗化的生活方式 霍梅尼只字不提 他众多著作里关于反对世俗化的观点也没有被报道 一切都被有意无意地掩盖掉了 与此同时 在伊朗国内 工人开始把工 商人开始罢市 教士们开始鼓动 农民开始反抗 学生也上了街 而霍梅尼则成了他们所有人的精神偶像 和这场革命的动力 伊斯兰革命就这样爆发了 前面我们聊到巴列维父子的改革的时候 曾经提到过 巴列维王朝现代化世俗化的改革 对于伊朗传统的保守势力 教会还有部罗贵族造成了严重的打击 他们对于巴列维王朝切齿之恨 十分可以理解 但是我们还有一个问题没有解释 那就是受益于巴列维父子改革 甚至是因此才得以形成的伊朗资产阶级 城市中产阶级 还有就是巴列维王朝得以建立的老本 那支西方化现代化的军队 他们为什么没有在这个时局动荡的时候 选择和巴列维王朝站在一起 而是倒上了原本应该势不两立的政治对头 保守的教士集团 难道就是因为一场一亿美元的party 这或许可以解释伊朗人为什么会抛弃巴列维 但仍然无法解释伊朗人为什么会接受霍梅尼 这个就得怪到巴列维父子一直在鼓吹的民族主义头上了 巴列维王朝扶持民族主义的初衷 是为了打击伊斯兰教 但是经历了伊斯兰教上千年的亲日 或者说是亲时 什叶派早就已经成为伊朗文明的一个部分了 如果说一千年前阿拉伯人带来的 由阿拉伯人创立的宗教是异族的邪路 那么今天由巴列维父子引入的西方国家 发明创立的科学制度和经济制度又是什么呢 在巴列维父子欺而不舍的宣传下 伊朗人民确实认识到了波斯民族自古以来的伟大 五千年前我们和埃及人一样直面洪水 四千年前我们和巴比伦人一样铸造青铜器 三千年前我们和希腊人一样思考哲学 两千年前我们和罗马人一样英勇争战 一千年前我们和中国人一样无比富足 而现在我们即将成为继美苏德日之后的世界第五强国 五千年来我们一直在世界的牌桌上 注视着一个又一个的对手崛起和笑望 话虽如此伊朗确实是一个历史极其悠久的文明古国 可问题是五千年前当埃及安直面洪水的时候 伊朗人只不过是伊朗高原上一个无足轻重的存在 就连他们当时的大哥米底人 在彼时的中亚枪国埃兰眼中都只不过是个蛮座 四千年前当巴比伦人铸造青铜器的时候 伊朗人还只不过是米底人皮边下的牛马 最多算是个人框吧 三千年前当希腊人思考哲学的时候 伊朗皇室正沉浸在父子兄弟之间互相残杀中无法自拔 两千年前当罗马人英勇征战的时候 伊朗人的英勇早就已经被帕提亚人踏碎了 一千多年前当中国的圣唐无比富足的时候 大唐帝国还顺便接纳了国破家王的伊朗太子 封了他个将军赏了他个老婆 其实每一个民族都不会也绝不可能在每个时代 都能在政治制度和科学技术上领先于世界 因此不该狂妄自探 同时每一个能够延续到今天的民族 也绝不可能在每个时代都落后于世界 因此也不该妄自菲薄 其实在聊伊朗工业化时代历史的时候 一直有好几个词不好取舍 西方化 世俗化 还有就是现代化 什么是西方化 什么又是现代化 或者我们换一个问题 清澄明治是汉化吗 当然不是 什么是汉化 说汉语 写汉字起汉名 这个叫汉化 给外文游戏加个补丁 让里面的文本内容都能用汉字显示 这个叫汉化 甭管有用没用 最起码在官方口径上 清朝一直在强调满人的国语气数 而社六部至三司行俊县开科举 这些并不是汉化 而是游牧渔猎民族农业化 虽然这些制度是汉族人发明创造的 但是这些制度其实是农业时代 一个农业社会最高效率的政治模式 最起码是之一 不管这些制度和技术 是由哪一个族群首先发明创造的 也不管这些制度和技术 是由哪一个族群所主导的国家 首先投入使用的 这些制度和技术本身 源自于这个时代 契合于这个时代 代表了这个时代 他们是普世的 这些原本就难以回答清楚的问题 由于民族主义执念的介入 就变得更加的偏执和绝对 至少在1979年的伊朗 现代化不仅被当成了西方化 更被认为是对于伊朗民族的背叛 所以说巴列维王朝 鼓吹的民族主义 其实是一把先上己 后上敌的双刃剑 在伊朗帝国政府 民族主义宣传下成长起来的新阶层 虽然享受着皇帝改革带来的成果 但却认为皇帝本人是民族的叛徒 不愿意和他结盟 因此巴列维王朝的崩溃 在于他们把伊朗的旧阶层得罪了个遍 但是却又没能赢得新阶层的青睐 所以等到旧阶层为了不被扔进历史的垃圾堆 而奋力反扑的时候 新阶层却因为民族主义立场所导致的油油郁郁 反而倒向了他们真正的政治对手一臂 最终皇帝一败涂地狼狈下野 然后神棍一脚油门 把伊朗直接倒回了中世纪 霍梅尼在回国之后立刻任命了新的政府 并且宣称 这是安拉的政府 违抗这个政府就是违抗安拉 之后伊朗军方也选择了倒向霍梅尼 巴列维留下的首相巴赫迪亚尔 和他的国防部长陆军航空兵司令一起被捕 又过了九个月 1979年11月 伊朗通过了全新的政教合一的伊朗伊斯兰共和国宪法 霍梅尼成为了凌驾于伊朗所有权力机关 和政府职务之上的最高领先 霍梅尼的时代开始了 霍梅尼在掌握了伊朗最高权力之后 为了维护他这个政教合一的新政权 就立刻把镇压的矛头指向了在1979年革命中 出国大力的伊朗人民党 尽管伊朗人民党公开表示拥护霍梅尼政权 苏联甚至还成为了全世界第一个承认伊朗伊斯兰共和国的国家 但是人民党领导的工人运动仍然遭到了来自神权政府的压制 什叶派的教师们公开指责这些左翼革命者 说他们不是穆斯林 而是用马克思主义玷污伊斯兰教的伪信者 后来等到两伊战争爆发之后 为了报复苏联对伊拉克的援助 霍梅尼干脆直接取缔了人民党 强迫人民党的领导人们在电视前认罪 承认自己是背叛国家的苏联间谍 当然相比于对左派的打压 1979年11月爆发的伊朗人质危机 更是震惊了整个世界 1979年11月4号 因为反对美国接纳流亡在外的沙阿巴列维前往美国治病 伊朗的一群伊斯兰学生冲进了美国驻伊朗踏使馆 劫持了使馆内52名使馆人员 长达444名 虽然霍梅尼政权一直坚持 人质危机是革命学生的自发运动 是由于美国意图干涉伊朗内政而引发的正常能量释放 但是人们普遍都认为 这个神圈政府才是危机真正的幕后策划者 这是他们对美国进行的一次有意的公开示威 不管这个推论是否准确 这场人质危机确实是美伊关系断崖式下跌的关键转究点 也成为了两国之后延续半个世纪敌对关系的开端 所以等到1980年两伊战争爆发的时候 无论是华越国家还是北约国家 曾经都选择了站在伊拉克一边 甚至在战争爆发初期 伊拉克空军的米格战斗机 干脆都是直接由伊拉克军中的苏联军事顾问 亲自驾驶直接升空投入战斗了 因此伊朗外长在1983年访问中国 成功地缓和了两国之间的关系 从中国获得了他急需的枪炮弹用 只不过这一点浅薄的交情 并不足以妨碍中国同时把一样的武器 卖给战壕对面的伊拉克 和很多朋友们以为的迥然不同 中国和伊朗的关系 直到1983年84年 两国外长互放之后 才开始逐渐恢复正常 至于说两国之间准盟有势的全面合作 这只不过是最近一两年的新兴事物吧 在伊朗伊斯兰革命爆发后的四五年里 中国在伊朗一直是仅次于美国的敌 当时伊朗的街头到处都可以看见 打倒美国 打倒以色列 打倒中国的标语 不过您要是问这伊斯兰革命后的伊朗为什么这么恨中国 这个原因其实非常的无厉头 因为在1978年8月出访南斯拉夫和罗马尼亚的中国共产党中央主席华国锋 他因为专机航程的限制需要在伊朗精廷加油 然后就出于礼敬东道主的考虑 顺便拜访了伊朗杀巴列维 然后就很不幸的成为了巴列维王朝垮台前 最后一位到访伊朗的外国元首 所以就因此得到伊朗的伊斯兰革命者们特别的关注 不过也正是因为伊斯兰革命后的伊朗既反苏又反美 还能抽空反反华 所以曾经对霍梅尼有过各自不同的幻想的人们 这时候突然记起来 霍梅尼曾经不加掩饰的喊出过一个口号 不要西方 不要东方 只要伊斯兰 只不过霍梅尼想要的这个伊斯兰 并不是先知穆罕默德的伊斯兰 也不是古兰经的伊斯兰 更不是安拉的伊斯兰 他想要的只不过是他霍梅尼自己定义出来的所谓的伊斯兰 今天提到伊朗的伊斯兰革命 恐怕所有人首先想到的人物就是霍梅尼 但其实在伊斯兰革命爆发前的伊朗 资历最深影响最大的宗教领袖 是和霍梅尼一样是大阿雅图拉的穆罕默德卡西姆 沙利亚特马达里 虽然身为大阿雅图拉 但是沙利亚特马达里却坚定的坚持政教分离的证据立场 一直在呼吁什叶派教师远离政党 他在巴里威王朝时代的声望远在霍梅尼之上 但是随着霍梅尼成为了伊朗伊斯兰共和国最高领袖 大阿雅图拉沙利亚特马达里 在伊朗国内迅速有效的被遍远亡 1982年伊朗政府诬陷大阿雅图拉沙利亚特马达里 阴谋炸毁霍梅尼的家 然后又假惺惺的宣布法外开恩 最终把他软禁在家 直到四年后去世 2022年爆发的这场因为马杀阿敏尼之死而引发的投金过命 虽然最终没能为伊朗拨开云雾渐行天 但是伊朗民众的示威游行 伊朗国家队运动员在世界杯赛场上聚唱国歌 这些至少向世界证明了 世俗化的种子仍然存留在伊朗人的心里 自由这种东西一旦享用过就很难忘记那种感觉 因为这是人类自身对于美好生活本能的一种向往 引用一句曾经在互联网上流行一时的名言就是 如今流的泪都是当年脑子里进的水 伊朗阶段从自由回归宗教的倒车历史足以警醒后人 革命的目的绝不仅仅是打碎一个旧社会那么简单 这只是革命的手段而已 一场成功的革命 真正的目的应该是成功的建立起一个新社会 如果仅仅以打碎一个旧社会为满足 那么之后趁机抢占了权力真空 窃取了革命果实的 往往同样是革命的敌 甚至是一个比那个被打碎了的旧社会 更加恐怖的存在 优优独播剧场 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